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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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先开住一节九百二十六页 九百二十六页 请看第十行 由不三界 无所挂碍 开始正道 度位度者 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菩萨们认真的修行 到最后呢 各个都成就了 还句话说 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无谜烦恼 都放下了 并且呢 习期 甚至最后 也都放下 有了这样的能力 就可以出去扑动一切大众 由不三界 无所挂碍 慧书约 无谋神话 常体性空 故为由不 这是先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由不 无谋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起心动念 这个我们一般人呢 很难想象 没有起心动念 能够教化众生吗 可以的 谁做到这一点呢 诸佛如来 法身菩萨 就是这样子的 无谋神话 神话 大家看中国这个字 神 如果您 用这个转字来写它的话呢 就表法更加清楚了 它两个部分 左边跟右边 左边呢 上面是 两个横线 代表上下 上就是上天 下呢 你看它还有什么呢 三条树的这个线 代表三种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右边这个身字 是比较贯穿 通达的意思 也就是说 什么是神呢 上天的垂向 他通通都通达 没有障碍 这样人就被尊称为神 那哪一种人是真正做到对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呢 是长极光里面的佛 他们做到这一点 自己通达之后 也没有舍弃众生 有这个缘分 佛会常常来到 实报徒 实法界 普度一切众生 那我们想要从佛法当中得到真实利益 一定要具备真诚心 恭敬心 谦卑心 清净心来学习 这样子很快就有成就 话就是教话 后面再讲 常体性空 故为游步 所谓的游步就是不着相 佛菩萨知道性体不可得 现象也是不可得 相是假相 性是真空 他常与性德相应 如果着相了那就不相应 佛菩萨能够做到的 一切都不着相 连不着相也不着相 这就是非常究竟圆满了 下面是谨心老法师解释的 天上人间 天上人为佛独尊 谷由步三界 化之重任 故无所居爱 你看佛 那个状态的的确确跟我们人是不一样 他没有一点点麻烦 他没有一点点麻烦 没有一点点障碍 这个居爱就是障碍 居宿的意思 佛全都没有 大自在 后面念老再解释一下 挂折爱旨之一 有挂爱 高立藏本做居合 流通本做居爱 故敬应 谨心 惠书 诸本 皆本居爱 谨心老法师所讲的 无所居爱 也就是无所挂爱 高立藏本写的是居合 居合也是居爱的意思 用字不一样 但是意思都相同 以上慧书 与景兴人士专就佛边说 所以这两位大德 他们所指的对象是佛徒 佛由不三界 无所挂爱 乃专就为义而逝 他是特别针对 康生凯翻译的 《无量寿经》 这个版本里面的 经文来做解释的 经事绘本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这个绘集本 是怎么解释的 则应广舍发菩提心 念佛得生之人 成佛威神 由化三界 经允于念情超过 亦那由他百千佛唱 所以我们再来看 念佛在这里 引用了 无量寿经的经文 来给我们做解释 这就告诉我们 生到极度世界的大众 纵然是下下品 能力也是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呢 他能够在一念情 这是很短的时间 他就可以超过 亦那由他百千佛唱 到这么多的佛唱 上供诸佛 下化众生 你看人家出去 不需要坐飞机 也不需要这个什么 飞碟 不用 有云 所以休息 无不圆满 能固能无所挂碍也 这个挂碍有几种意思 在这里呢 跟他相应的就是 阻碍不通 或者说心中有所牵挂 这里叫做挂碍 佛菩萨是没有种种的障碍 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至少都是法神菩萨 而我们生到极度世界 是什么菩萨 无神法人菩萨 而且是无神法人的 宗辈八地菩萨 这种能力 不是我们自己修的 是阿弥陀佛能 加持我们大家得到的 所以这个游步三界 无所挂碍 包括了对象 还有那些发菩提心 念佛往生到极度世界的大宗 只要我们生到极度世界 自然而然就得到 阿弥陀佛本愿威神 功德力量的加持 就可以使我们呢 油化在十方诸佛插土里面 亲近佛度化众生 去一年轻 回来呢也是一年轻 非常快速 所以啊 这个现代的科学家 从事科技的这些工作者 他们应该要读什么经 应该要看文量寿经 是不是 看了文量寿经就知道 哎呀 我们搞了这么多年 忙了一辈子 还很自豪的说 尖端科技 高科技 可是看到文量寿经呢 那是尖端的尖端 最殊胜的科技了 往生之人 游行十方 宣誓弥陀 宜胜愿海 六字鸿鸣 原遁妙法 导引 为度之人 归向极乐 故云 开示正道 度未度折 我们是修净土法门 到达基督世界的 到最后成佛呢 还是使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自己成就了 应该怎么办 就像这里所讲的 像菩萨 佛呢 度未度折 还有许许多多众生 没有出六道的 还没有出立实法界的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大家 他对尽忠相信 我们就把这个法门传给他 他对别的法门有信心 我们就把别的法门告诉他 投其所好 金刚经讲的好 法门平等 无有高侠 关键就看这个人 是不是有做到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这是理念 方法呢 读书千遍 其自见 真的一不经 学到底 读到底 讲到底 最后怎么 总有一天他会 豁然大悟 如同会的大师 一下就测误了 测误就成佛了 成佛之后 其他经典要不要再一一的去学呢 没必要 怎么呢 全都通了 这就是开悟的效果 我们 昨天不是提到了吗 开 试误误入佛之之见 最后是要达到什么 入佛之见 下面再劝导我们 若曹当之 十方人民 永结以来 辗转五道 忧苦不绝 生死苦痛 老义苦痛 病急苦痛 死急苦痛 恶臭不尽 无可乐折 下面解释 此段经文 前半端 与众 断获念佛 下半端 劝众 知苦修善 所以我们一定要呢 认真地体会 佛在这里讲的开始 因为这个就讲到我们大家 若曹就是 如等 这是汉朝时候的话 用现在话来讲呢 你们大家 我们大家 若曹当之十方人民 这就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其中 怎么样呢 永结以来 这时间太久了 永结 结就是 久远无比之常识 则是 永久之永久 永久无极也 换个说法 无量极了 你看我们在六道里面 待着时间已经够长的了 辗转五道 忧苦不绝 因为前面经文呢 有讲到 恒结与五去 五去就是六道 也就是五道 有的时候说的详细 有的时候说的简单一点 五道 五去就是人 天畜生恶鬼 地狱 那说六道呢 六去呢 再加上天阿修 我们在六道里面呢 真的是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所以根据会书的说法 从辱朝到不绝 这几句经文 意思是说 用结以来 虽知多佛 发大心 圣道修行 难成就 故常末 常流转 乃至今日 未出生死也 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子来 修了五量节 到今天怎么样 还没有出六道啊 其实五量节来 我们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佛法呢 经常碰到 我们是属于执佛之人啊 遇到佛 太多次了 但是怎么样呢 不老实 不听话 也不真干啊 所以是 常末常流转啊 上多节 沉沦生死 忧苦不绝 则为之佛者 更有果焉 我们是属于 经常遇到佛法人 都要受这些苦 那些没有遇到佛法人 他们的苦呢 肯定是比我们更多嘛 所以啊 十方人民 永结以来 辗转于五道之中 常舵三途之内 至极苦痛 无有绝其 这也是真相 许许多多 佛杀里面的众生 都没有遇到过 佛法 没有遇到过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做的事情呢 都跟自信相违背的 师尊讲 每个众生都有八心王 都有五十一心所 五十一心所当中 有二十六个恶心所 十一个散心所 这就告诉我们 人学坏是很容易的 因为有二十六个恶心所 学好了就难 纵然是遇到佛法 它也不太容易 很快就回头 那我们现在是不但得人生 还遇到了佛法 尤其是佛法里面的净土大法 可以讲 这是善当中第一大善 遇到无量寿经汇集本 遇到黄连老这一个注解 又遇到师父上人所讲的波金基 您说您的福报大不大 太大太大了 要好好珍惜啊 要认真的念佛才是 感生老病死 均极苦痛 且存苦无乐 凡夫夜暴之身 恶臭不尽 何可爱药 恶者 臭恶 凶恶 臭者 难闻之气味 诸位同修 您有没有觉得您的身体很肮脏啊 早上起来 您肯定去刷牙嘛 嘴巴一张开就闻着什么味道呢 臭的味道 这是很明显的 天天都在发生啊 观佛三昧海经渊 自见己身三十六乌 恶路不尽 哎哟 这没讲错了 这佛经上讲 我们这个身体是个什么 臭皮带子啊 臭皮狼啊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是引用观佛三昧海经所讲的话 我们人身上有多少种肮脏的东西啊 三十六样啊 臭死了 你还喜欢的不得了 糊涂啊 大论中 举五种不净 这是大制度论里面 给我们归纳 五种不干净的 也就是种子不净 住处不净 当体不净 外相不净 旧净不净 真的说 西皆不净了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都不敢接 在大蜘蛛论 还有十一论里面 都告诉我们 人是怎么来的 因为种子嘛 种子是因 种子有两种 一个是业力 过去生 造作五戒十三 种在那个好的因 这一生呢 就能够投胎来到人道 第二个呢 是外在的 也就是 父精母穴 这个跟我们 过去世的父母 有缘分呢 有缘分呢 遇到了 就能够投胎 出生 这就说明了 种子不干净 下面再来讲 种子乃精穴 住处为胞胎 当体及全身 万象之形象 旧静及必静 西皆不静也 这就把我们整个人呢 说得一清二楚 一个女子怀孕 父亲母穴 这是我们的种子 不干净 那我们人来投胎 住在哪里呢 这个住处 就是母亲的肚子里面 当体是说这个身体 另外还有外相 旧静 真的这五种啊 没有一种是清静的 十一论 说的比较多一点 他说七种不静 也就是种子 受生 住处 食担 出生 具体 酒精 七种 受生 是这个神使呢 他在投胎的时候 住在妈妈的子宫里面 住处不静 还有食担 不静 我们每个人这个肚子那边 有个肚脐 是不是 做什么 婴儿在妈妈身体里面 她要靠母亲的血 来养她的生命 所以吃呢 就不干净 另外还有 出生不静 一般这个怀孕 十个月 他出生了 也不干净 第六 具体不静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不干净 最后一个 就静不静 就静是说 从生到最后死了 死了之后怎么样 这个身体啊 被埋葬在坟墓里面 久久之呢 就腐烂了 七种 西皆不静 故于自身 以及他身 十五 可乐之处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啊 观察清楚了 再看看别人 真的没有一样是可乐的 所以说呢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真的是存苦无乐 没有一点点乐啊 所谓的乐是什么 只是那个苦暂时的停止一下嘛 比如说 我们每天要吃饭 诸位同修 您为什么要吃饭呢 饿 吃饭之后怎么样呢 把那个饥饿的苦 暂时压一下 压多久 四五个小时啊 接着再吃 又饿了吗 苦又冒出来了吗 所以把这个事实影像 看清楚了 您对这个身体啊 就会 理应 厌离 道理明白了 就不会再眷恋这个肮脏的色身啊 在基督世界就不是这种情况 在那里呢 没有五种不敬 也没有七种不敬 他那里呢 人没有生老病死 植物没有生住易灭 山河大地也没有城住坏空 那边的环境呢 是清静庄严微妙到极处 一切法都是随心所现 没有呢 随时所变的 所以他那个环境理想美好 后面再鼓励我们 一字决断 细除心垢 言行忠信 表力相应 语气非常肯定啊 疑就是应该 懂得前面的道理之后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要决定啊 要决断啊 决就是下定决心 断呢 就是斩断恶因 什么是恶因呢 就是底下所讲的心垢 心里面呢 有这些染污的东西 这个垢呢 就是指的恶因 如果绘书里面 你看了之后就知道了 什么是心垢啊 他讲贪嗔痴 为心垢 把他反过来 那就是善法 三善根 所以施法界里面 所有的苦报 都是从贪嗔痴而来的 佛家提倡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能够做到这两句话的人 他就被称为沙门 沙门简单来讲 就是 稀恶行善 而这个沙门呢 不一定是专指佛教徒 只要他是认真修行的人 其他宗教人士 也可以称为沙门 而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 这个沙门呢 就变成是出家人 专有的称呼 其实在家居士 可不可以称沙门呢 也可以的 您只要做到 断乐修善 都叫做沙门 洗就是洗浊 把这些污染洗得干干净净 除呢 就是浅除 也就是清除去除 洗除什么东西 清垢 把谭嗔痴这些毒素 洗刷的一干二净 一般人呢 只懂得让自己的身体 做到卫生 干净 其实这样已经不错了 那这个回教呢 境界又高了 还要卫性 不但要卫生 还要卫性 要把他的习性 要照顾好 那佛法讲的最究竟 要保护什么呢 卫心 这就是啊 真的是达到最殊胜的了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心呢 恢复到清净平等 所以说这个卫 保卫的卫 就是卫生 卫性 卫心 要使自己 心里面呢 义法不利呀 这是最殊胜的 恶法 没有 善法呢 也不存在 不得已呢 说了一个字 心里一个说法 敬法 敬业 但实际上啊 佛菩萨心里面 有没有这个敬业的念头呢 没有 那只是为了度众生 方便讲嘛 实际上他们心里面呢 没有这个概念 只是为了教学 才有这样的说法 言行中心 言语 行为 要统一 什么叫做中啊 大家看这个中国字 中 很好理解的 上面是个中 下面是个心 也就是把心要摆在正当中 就称为中 不用查这点的 一看就懂了吧 不偏不斜 就是中 没有污染 没有分别 这是真心啊 学佛 就应该要做到这个字 另外呢 还要有信 什么叫做信呢 你还是看这个字 信 两个字 左边是人 右边是言 也就是人说的话 说话要守信用啊 如果说话不守信用 这还叫人吗 连儒家都讲 人无信 则无以利 也就是讲 假如说一个人不守信用 他在这个社会上 他没有立足之地呀 那我们呢 要相信佛所讲的话 都是真是语 言是语言 行呢 就是指了行动 丁福宝居士 在《无量寿经监处》里面 给我们解释 如言而行 如行而言 未知忠心 我们听他讲的话 在看他的行动 的的确确是做到 完全一致啊 说到做到 做到他也说到 不欺骗别人 这个叫做 表里相应 根据经义书的意思 表是指言 言语 理是指的心 他下面还讲 言表心理 于不为心 故名相应 所以佛菩萨 的的确确是没有 妄于两十恶口其余的 他所说的话呢 跟他的心 跟他的行动 完全相应 都是 善法 都是 敬业 该心口如意 为表里相应 自广其意愿 再把他的意思 推广一下 表是表现 行于外者皆是表 行也是表的意思 外面言谈举止 这是表 理者是内心 内外一如 是名相应 相应 也就是执心 我们在静明经上看到 执心是道场 所以道场在哪里啊 就是我们的心嘛 是真心呢 这不是妄心 由此可见呢 表里相应 到极处 真心显露 没有妄想 用真心的人自在 用真心的人 他是用了智慧 他没有烦恼啊 谁用真心呢 佛菩萨用真心 谁用妄心呢 我们就是的 我们都是用妄心 用阿勒引啊 第六诗 第七诗 三心二义 那佛教我们大家呢 转八诗乘四肢 你果真能够做到这点 真心它自然就出现了 但是话说起来简单的 做起来怎么样 要不然你转转看 看能不能转过来 不容易啊 好在遇到净土法门 有阿弥陀佛加持 我们就能够完全这一辈子 转过来 下面呢是说 自度之后要度他 我们再看底下 人能自度转向整机 下面再说 断终 人能自度 度自身也 其实这个人能自度 您仔细看哦 是哪个字最重要啊 能 这就给我们带来信心嘛 佛是能够自度 菩萨也是能够自度 阿罗汉毕斯佛也是能够自度 我们可不可以呢 行的 成上文知苦艳离 洗除心垢 表力相应 等文而言 这些话都是讲到自立 自度的 那自己成就之后 还要转向整机 这个是利他 度他 事及 世尊开示之第二点 所以我们自己成功了 转过来了 不要忘记别人 还要拉别人一把了 整者就也 为辗转就度于他身 事及众生无边 事愿度也 的确我们应该要存这样的菩提心 这是佛家常说的 大慈大悲之心 帮助别人 尽自己最大能力 并且帮助别人呢 要不要求回报啊 不要 你看释迦牟尼佛每天讲经很辛苦啊 上课八个小时 他接受人家的供养 是什么 就是一碗饭 房子都不要 一碗饭三件夹杀就这样子 简简单单 生活是降到的最低点 所以我们这个经教啊 深入之后 应该呢 要好好地思维一下 佛菩萨是个什么样的人 搞清楚之后 我们就应该发达心 认真地向佛菩萨学习 下面再来劝勉我们 至心求愿 积累善本 虽一世精进勤苦 虚与兼耳 这也是给我们增强很大的信心 上面一段显示 生死轮转 忧苦不绝 劝令出离 的确我们凡夫啊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心充满了忧虑 身体感受到种种的痛苦 我们只要还在六道里面待着 这种忧苦呢 就没办法断绝 好在现在遇到了佛法 遇到佛法呢 有这个机会可以处理它 是为艳里梭婆 我们现在待这个世界叫做梭婆世界 不管是哪一个法界都苦 六道嘛 苦不堪言 我们不应该对于这个六道呢 有一点点眷恋留恋的心 要觉悟啊 学佛修行 这一生呢 精尽勤苦 值不值得 值得 为什么呢 时间不长嘛 是不是 为什么说时间不长 现在人寿命太短了 不是八万四千岁啊 现在人均寿命才多少岁啊 我们算平均年龄 澳洲人口平均年龄 男子八十四岁 女子八十七岁 平均寿命 所以古人提醒我们呢 当我们到了六十以上 真的要精尽勤苦修才是啊 不能够浪费时间 此段 则劝求生净土 即心求极乐也 前面是苦口婆心的 劝我们要放下这个娑婆世界 那这段经文呢 是教我们大家 好好念佛 欢欢喜喜的 移民到极乐世界去 弥陀要解 以燕尼苏婆心求极乐为愿 这是偶遇大师 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给我们指出来了 所以偶遇大师 你要知道 他老人家现在在哪里 他肯定在极乐世界嘛 他都已经发现个愿了 他当然是去那边了 要解 也要以信愿持名为一圣真因 一圣当中的一圣 就是念佛往生西方净土 这个事实真相 说真的 知道的人不多 讲到一圣 我们很快就想到 华严经 法华经 但是就没有想到净土法门 可是您再仔细看一下 华严经 法华经 它是不是有劝我们念佛去极乐世界 是啊 细心的人就能够看得出来 那无量寿经呢 从头到尾都是劝我们念佛的 一目了然 没有我拐我摸脚 那偶遇大师教我们信愿持名 这个就是一圣真因 一圣就是成佛 所以一圣真因就是成佛的真因 而且我们成的是什么佛呢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中风禅师 这元朝时候的高僧 跟我们讲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也就是这样 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故知 世尊劝欲 正是往生窃药 发此自觉 觉他之大心 念佛名号 《财气本经之宗》 宗就是宗旨嘛 宗药 所以我们这部经 修行的刚领宗药 一定要记住 其实这个话 我们讲过好多遍了 可能都已经几十遍都不止 两句话嘛 或者说多一点 三句话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真的相信有阿弥陀佛 真的相信有基督世界 真的相信阿弥陀佛 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接我们大家去西方净土 不但相信 还要念佛 要去西方净土 这是什么心呢 这是无上菩提心 能够发现无上菩提心的人 他肯定对这个世间的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 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为什么 有这些东西 都是在造业呀 你看我们每个人 哪一个人没有自私自利呢 哪一个人没有贪嗔痴慢呢 内在的毒 又加上外面的 圆的又祸 他肯定会造业嘛 造的业哪里有不受报的道理 所以释迦牟的佛 跟一些诸佛 都是有一样的目的 降临于人间 视线八相成道 他们最主要是要宣传什么 善乐大师 这唐朝时候的尽忠二主 说得很清楚 两句话嘛 如来所以兴出世 为说弥陀 本愿海 释迦牟的佛是这样子 底下遵佛 弥勒佛 佛也是如此啊 所以一切佛呢 都是希望把他们最想宣传的净土法门呢 跟大家做分享 这个就是一圣真因 念佛求往生是做佛的真因 所以我们要发自觉觉他的大心 自己这一生呢 决定能够成就 这是自觉 同时还要把净土法门 跟别人分享 跟别人做报告 这是利他 这个法门可以说是 佛菩萨在宣传 祖师大德也在宣传 念佛名号 这是真正契合 这部经的宗旨 所以我们这个佛号呢 从早到晚都要念 不如中断 既发大心 则应以至诚之心 积累善本 以求得本愿之妙国 这就给我们指数 什么是真正发大心的样子 你看他 对待一些人事物 是致诚到极处 没有一丝毫的虚伪之心 真的我们念佛 一定要用真诚 亲近平等 正觉慈悲的心来念佛 假如佛号当中 还掺杂着自私自利 贪嗔自慢 那这个人他就没办法去得了 顶多吧 跟佛门呢 结个善缘 但是不能够了生死 所以这部经 经体上的五个字 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 想去极乐世界 必须要做到五个字 清 清 敬 平 等 诀 说得多一点 十个字 真诚 清 敬 平 等 正 决 慈悲 那这个十个字的标准 能不能说出来呢 有说出来 哪里呢 无量寿经就是的 黄连老这个极注 那说得更加详细呀 八十三种经论 一百一十种注节 非常具体 所以我们这辈子 读经 就读这部无量寿经 汇集本 看注节 就看这一部念导的极注 听经嘛 就听师父上人的拨经机就好了 读经这样子 听经也是这样子 那讲经呢 也是这个样子 一门深入 像以前有一位大德 道错大师 他一生讲经 讲观无量收复经 讲了两百遍 了不起啊 这是很难得的 很有耐心 能够一遍一遍的宣讲 那换句话说 人家是观经的专家 是不是 再看一下清凉国事 唐朝时候的 他讲《华严经》 讲了五十遍了 确实做到了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那五十呢 今年五十五岁 如果能够发心 讲五十遍的话 那可以活到一百岁 是不是 一切随缘嘛 看缘分 所以啊 一切经全融入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呢 就是一切经 你真的把经教通达之后 才知道 《大藏经》一浓缩 原来就是这一部 无量寿经 把无量寿经再一浓缩 原来就是这一句 阿弥陀佛 想要积累善本 怎么个做法呢 信愿持明 求生希望净土 就是最好的表现 那我们要以 阿弥陀佛的大愿 作为自己的 宏愿 所以无量寿经呢 经文一定要非常熟悉 我们终然不能够背 全经 至少也要能够背诵 第六品 四十八大愿 为什么 这是无量寿经的核心 最重要的部分 读了无量寿经 才知道 阿弥陀佛是什么为人 才知道 基督世界为什么这么好 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去 把道理就录明白了 今天早上还有同修 就说 他说 他的妈妈呢 今天早上一大早 就到佛堂去念佛去了 这么冷 还到佛堂去念佛 不晓得他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勇气 不怕冷啊 悟神就回答他一句话 因为你妈妈 把念佛的道理搞清楚了 所以他就愿意去佛堂念佛吗 他愿意这么早起来吗 那我们为什么 睡到天光大亮 才爬起来呢 无量寿经没参透啊 怎么办呢 好好读无量寿经 好好地听无量寿经 这个善本跟善根的意思相同的 在圣满经上卷说 善本 本也就是因的意思 欲以此善为菩提根 故名固名为本 这个善本就是十三一道 十三一道 十三一道太重要了 现在这个时间呢 众生造了恶业非常非常多 第一条 第一条就讲到 不杀生 就拿澳洲来说 澳洲这个杀生的现象 普遍不普遍的 非常普遍的 光是那个海鲜 不得了 成千上万 都被捕捞上来 都被人在屠宰 都被人在吞噬 那很多牛呢 猪 羊 袋鼠呢 也被人呢 在这个 屠宰场里面 伤害 我们可要知道 当我们伤害这些动物的时候 那些动物 它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呢 怨恨 迟早有一天 这些动物呢 它会来收拾我们的 它会来报仇的 就算是以后我们成佛了 这些被我们吃过的 伤害过的 众生呢 它也不会放过我们 很明显的嘛 您看一下释迦普 释迦方志不就知道了吧 所以哦 佛菩萨劝我们大家 要对一些众生 仁慈 不可以再有意无意的 伤害大家 我们不跟人家结怨 那人家就不会来 报复我们吧 所以我们现在哦 还是遇到一些人 一些动物 来欺负我们 伤害我们 为什么 因为我前世也是这样子对待它 或者这一生呢 对待它 两个人遇到之后 他就来报仇 那我们被人家伤害 不要有怨恨 心甘情愿 忍受 这笔账呢 就聊了 下一次再遇到 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会书里面 会书里面讲 求愿者 就是愿 往生心 往生心 散本 通明 诸善 别致 称名 念佛 所以这个诸善呢 就是指的 十三一一道 念了 那么给我们讲 因称名念佛 正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善本 积累善本 正是一向专念也 在前面的我们学习过 处世带人接物啊 都不离开十三一夜 我们用功是 信愿持名 求生希望进土 我们对这个说谱世界 毫无留念 心里面呢 只想早一天 快一点 升到希望进土去 对这个善的事情 随缘去做 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尽量去做 有多大能力 就做多大的事情 不要勉强 不要攀缘 随缘得自在 攀缘 就会起烦恼啊 下面经文 世尊从宣极乐之圣庙 欲劝求生 所以底下呢 佛又一次提到 极乐世界的美好 再苦口婆心地劝我们 发现念佛求往生西方进土 虚余者 念老在这里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四十八分钟 指片刻也 有人看了这个解释啊 就说 虚余就是四十八分钟 那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那也蛮长的了 那看你怎么看呢 四十八分钟 跟这一年相比怎么样 那当然是很短了 是不是 四十八分钟 跟无量级相比呢 那是非常短的 佛呢 勉励我们呢 一世勤苦 犹如片刻 我们这一辈子 勤奋 奴隶 认真 念佛 拜佛 读经听经 时间都不长啊 说的多点吧 您这辈子能够活一百岁 一百岁时间 过得快不快 非常快 就说今年好了 二零二四年 你看已经过去几个月了 三个月 再过几天 这四月份的半个月就过去了 再过三周 四月份就过去了 四月份一过去 那三分之一就没了 还不认真念佛 等到什么时候 不可以啊 要拼命啊 你还记得前面讲了吗 莫执念去 拼死念去 古人就是在念佛的 后面就讲这个 认真修行 利益 果报就出现了 后生无量寿国 快乐无极 永拔生死之本 无负苦恼之患 寿千万劫 自在随意 下面说 后生极乐 极乐无有穷尽 这个后啊 就说 后世 宿千万劫 废宿千万劫 废宿千万劫 什么是废呢 废宿千万劫 我们现在体会不到这个字的意思 看谁看得懂 不懂它的意思 什么叫做废呢 不足效 没有支柱 没有分别 没有起心动念 就是废 佛菩萨 佛菩萨 懂得这个废的意思 他做到了 那他们的享受是什么 潮于十方 这种快乐 是十方 佛萨 没有办法比的 而且呢 无有中直 无量节都享受不完 说寿命 多少的寿命呢 无量寿 所以 这就叫做无疾 你看我们在人间呢 其实人呢 到了七八十之后啊 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会不会生病 是不是 老人家到了 其实六十岁开始 人就比较担心了 身体健康 他把这就看中了 健康有问题 他就想到 会不会生病 病多了 他就想到 会不会死 基督世界有没有老 有没有病 有没有死现象 绝对没有 所以这么好的地方 为什么不去呀 应该要去呀 如天台沙门 忍空之 劝心往生论云 这是天台的一位大德 忍空老法师 写的一本 劝心往生论 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段开始 今生荣华一期之成 你这辈子啊 有富贵荣华 享受啊 时间不长 这一生 但是这一生在享福的时候 会不会造业呢 肯定会嘛 那就会怎么样呢 结苦果与异结 这值不值得啊 不值得啊 不划算啊 算一笔账嘛 那是非常不值得的 所以那些富贵人家 他们造的业就比穷人要多 国 国内的同学一般都有这样的概念 五十多岁以上的同学都知道 在我们那个年龄呢 每个月 乌生还记得很清楚 爸爸妈妈 每个月分了个肉票 两斤 以前买东西是要发肉票的 发票的 买粮食要粮票 买衣服要布票 什么的平票啊 那等于说一家四口 只能够吃多少斤肉呢 四斤 现在要不要肉票啊 不用 您再有什么 钞票就好了 是不是 现在也不用钞票 一刷就好了 所以哦 富贵 这是福报 假如没有智慧呢 很容易造业 光是我们这个嘴巴吃肉啊 不晓得吞下去多少众生啊 他不会怨恨吗 当然会啊 他不报仇吗 他当然会报仇嘛 等到以后圆道 他就来索命啊 很可怕的 现世情修 虚语之间 开绝瑞与三明 前面因为是无知嘛 才会造这个恶业 那现在我们怎么样呢 行悟了 我们这辈子认真修行 时间也不长嘛 虚语之间呢 这辈子真的是过得很快 一弹指就过去了 开绝瑞 这个瑞就是花瑞 它是代表呢 快乐 你看我们是做梁花到基督世界去的 三明是什么呢 宿命名 宿命名 天眼明 漏尽明 宿命名是明白自己跟别人过去式的事情 天眼明是知道自己跟别人未来的事情 漏尽明是以圣人的智慧 断尽一切烦恼 三明 在阿罗汉叫做三明 国报时常 那这个道场 哪一天呢 来了一个贵宾 那我们招待他 不够尊重 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惹得人家不高兴 那这个贵宾他一旦离开之后 他对我们有没有怨恨呢 很容易产生怨恨 他对我们看法不好 他当然就会批评我们了 那他的影响力大 他认识人多啊 那他就会负面的宣传我们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理解啊 我们自己不懂得做人啊 所以呢 古人对于起心动念 做事情都是格外的小心谨慎 这样的例子 自古以来非常多 我们希望大家有时间多看一下 《太上敢一篇汇编》 《安世全书》这两本书 很多例子 所以啊 因小果大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 真的那个六道里面众生啊 这个渊渊相报 都是自己造成的 人家怨恨我们 人家怨恨我们 是我们不经意当中 无意的做出了事情 导致人家的愤恨 以后呢 缘具足 他就来呢 报仇 所在 因此我们现在 一定要把经教学好 把道理搞清楚 不再跟任何人 任何众生 再结新的愿仇 要及时的化解 凡得望生者 经云 永拔生死之本 太好了 这个给我们呢 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啊 您只要到达基督世界 那就涌出轮回啊 无复苦恼之欢 受千万劫 自在随意 这佛门常说嘛 泄脱自在 真的做到了 灵智老法师 也给我们解释一下 极乐世界怎么样 他说 弥陀净土 境界疏绝 苏 特殊 殊胜 绝 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 我们讲 粗类拔萃啊 下面举例子 哪些方面呢 像圣贤同会 这多好 在基督世界 每天跟佛 佛是圣嘛 贤呢 就是菩萨 每天跟圣贤在一起 哪里像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每天跟谁同会呀 跟冤亲在一起 同会 是不是 常言说嘛 不是冤家不具头啊 想躲避都躲不了啊 你那个债没还完 他不会离开您的 你躲到天上海角 他都会找到您 欠命的 他还把您的命给拿过来 欠他的钱 一分不少都要还给他 那我们怎么办呢 要学咯 你看这个汉朝时候的 后汉时候的 一位伊朗的高僧 那时候叫安息国嘛 现在叫伊朗 他来中国弘法之前 心甘情愿的 偿还两次人命的命载 一个被人家用刀砍死 一个是扁担 挑东西 那个扁担的绳子松掉 但是一弹过来 他就走在那个人后面嘛 就被那个扁担的给打死了 像这件事情 安息国大师他都知道 他欠人家的命 该还给人家 很高兴地还 没怨恨 第三次再来投胎的时候呢 他就先一个出家乡 当然他是先做国王 做了半年 后来不当了 以后出家修行 来到中国弘法 第三次来 就不欠人家的债吗 弘法就很顺利了 这是他懂得 三世因果 宿命名 天也名 他有了 第二个好处呢 文法悟道 多好 天天在几段诗迹 清净佛 清净菩萨 所以佛菩萨在那边呢 天天都在教我们 长智慧啊 并且寿命永结 你要不要这个 那就是讲 我们在极乐世界 不会生病的 不是阿赖也的这个相分 我们这个身体是阿赖也的相分 精神是阿赖也的见分 在那边不是这种身体 完全是法性神 不老不病 也不会死 也不用吃饭 也不用去睡觉 不退菩提 所以我们在极乐世界 是只有进步 不会退转的 更有娱乐 不能过磁 说极乐世界的好处 太多太多 讲不完呢 这种情况呢 十方诸佛杀土 都比不上极乐国土 只无诸苦 以为可乐 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 他那里没有苦啊 所以称他为极乐 我们这里为什么称为娑婆呢 娑婆是什么意思 翻成中文就是 堪忍啊 堪就是能够嘛 别人不能够忍受的 您能够忍受 佛菩萨也蛮佩服我们的 大家想不想再多听一下 举个例子吧 大家好体会 你看这个 我不晓得现在农村里面 还有没有这样 现在农村好像 还有这样的厕所 毛坑嘛 是不是 毛坑里面 那个粪便当中 有什么 那个蛆虫啊 他们在那个屎尿当中啊 游来游去 爬来爬去啊 一个个长得肥肥的 吃得高兴啊 喝得痛快啊 那人呢 他要去上这个厕所 他不得不去上啊 忍着那个臭的味道 出来了 那人看了那个蛆虫 就觉得很恶心 是不是 但是蛆虫在里面待着 他觉得怎么样 很欢喜 举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 我们在人道 就是这个样子 就好像我们呆在 粪坑里面啊 那谁看我们是很痛苦的 天人 天看人道 就是这样一个感受 天看我们人道 就好像是个粪坑一样 所以天人一般不下来的 他距离我们这个地面 四十里 他就不愿意再落下来的 四十里就是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啊 飞机是两万米啊 他不愿意再下来 为什么 太臭了 我们在这边 呼吸这个空气啊 好新鲜的空气啊 在天人来看 臭死了 臭去熏天呢 糊涂啊 举这个例子 告诉大家 要远离苏佛世界 旷拒诸圣事 圣事 殊胜的事业 也就是教化众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做什么呢 转迷为物 转恶为善 转凡成圣啊 不但自己要赶快成就 还帮助大家 做到这一点 其乐和穷 固圈 众生求生也 的确啊 在极乐国土 享受那个快乐 说上无量节都讲不尽呢 下面再劝我们 一个精进 求心所愿 无得移回 自为过旧 生彼边地 七宝成中 于五百岁 受诸恶也 下面再解释 世尊垂慈 这是释迦牟的佛 慈悲道极出 祭劝大众 心求极乐 富裕众生 应舍疑惑 免生编地 是为如来 开示之第四点 什么叫做编地啊 这个我们在后面经文 第四十一品 会详细的解释 这是指 少数一些念佛人 他是带着一点点疑惑心 升到极乐世界 他在莲花当中 最长五百年不能够出来 这种情况 就称之为 编地一城 下面说 经云一个精进 求心所愿 是劝众成敬专修 一心敬业 成敬很重要啊 英光大师就讲了 一分成敬得一分利益 两分成敬得两分利益 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 无德以悔 自为果旧 所以我们读经听经的目的何在呢 就是为了要破除我们大家 对于无量受心 对于净土法门 对于极乐世界的怀疑 没有了怀疑 信心 他自然就升起来了 悔者 大圣一章约 追反民悔 即追悔反退之一 我们换个说法 大家比较好懂 就是他后悔啊 后悔自己呢 以前做的事情错了 这叫做悔 有了这个疑惑 这个人呢 他就很容易退步 过者 罪也 所以这个过呢 是过失 也是罪 究者 恶也 灾也 是劝大众 不应疑惑 这些经文都是劝明我们 不要再有疑虑 不应该呢 还有迷惑 在心里面 自身灾患 以免生彼边地 受诸恶也 这个灾患呢 是讲 一个 这种人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生到极乐世界 是在边地一层 当然最长时间是五百年 边地 也叫做 宜城 或者叫做呢 谢满国 这个谢满国啊 它是 离我们这一个 世界 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佛经上给我们讲 它是在 娑婆世界 跟极乐世界 当中的一个世界 十二亿 哪有头 它是在这个中土 那生到这个世界 那边的众生呢 福报大 每天都在享受快乐 因为天天在享受快乐 它就容易产生一种 懈怠 在焦慢的心 它就不愿意 想求生西方净土 所以说 生到这一个 谢满国 不是个好事情 那我们自己呢 学习佛法 没有别的 就是希望把极乐世界的真相 看清楚 在略论里面说 五百岁中 常不见闻 三宝 安乐 国土 未知 边地 一约 胎生 虽然说 这个菩萨 在莲花里面 五百年 最长五百年 不能够听经文法 不能够见佛 但是至少 人家证明了 他也到达 这个世界 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笔上不足 笔下呢 还是有意的 但是我们呢 真的没有必要啊 被关在那个莲花里面 这么长时间 应当怎么呢 一到那边 马上莲花 就开敷 那是最好的 恶 就是奸的意思 家想书冤 此中 先戒断祸 明怀疑生边地 离佛前 远至五百岁 花不开 不开 且不得志 十方供养诸佛 会所愿 始终不退 明经尽 求心所愿 是愿求往生也 疑惑 是不了佛制 这个我们也 在后面呢 四十一平呢 在细讲 因为佛的智慧啊 是达到究竟人嘛 他有五种智慧 那佛给我们讲 这个智慧 他有 我们众生呢 也具备 可是有人听到 这个话怎么样呢 他怀疑 我怎么能够有佛 那么大的能力呢 他不相信 只是他善根还不够 悔呢 就是恶作 也就是不善的行为 初性后疑 这是讲有人呢 他对于净土法门呢 一开始相信 但是后来怎么样呢 他产生了疑心 有疑问 悔潜心结 半途而废 他后悔呀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这样子修 到后来呢 他不愿意继续念佛了 不愿意呢 再修净土法门 放弃这个宗派 放弃求生旧的世界 这个损失大了 自为过救者 你看到 是他自己造作的 跟别人没关系啊 彼国不逆为 自甘生边地固 他之所以生到边地一层 跟佛菩萨没有关系 跟他自己有 错不得观点 有关系 他与疑心嘛 而诸恶是指的 不见三宝 不闻经法固 慧疏之 结教乡 所以这个注解里面呢 我们看慧疏呢 说的比较详细一些 因此我们天天读书 无量寿经啊 最大的一个用处 就是在于 让我们把阿弥陀佛 了解的越来越具体 把极乐世界呢 看得越来越明白 再加上 我们 看这个净土圣贤路 发现了 那么多古今中外的高深大德 各个都是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样我们的信心呢 也就会产生出来 信心产生 当然您生到极乐世界 就不会堕落在这个边地一层里面了 我们今天呢 只是略讲而已 等到后面呢 我们再来细说 这一桩事情 让我们呢 有所警觉 不要犯别人的错误 不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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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